下雨天是不出門的好理由 但慈濟志工的仿式行程 不曾受阻 巧遇86歲的吳先生 慈濟人說什麼也要護送 到家也立刻說明來意 提早一週送來一整通知單 敏銳觀察長者的擔憂 拜訪中風的吳先生 還要驗收復健成果 有進步 張老太太的起居簡約 讓志工忍不住叮嚀 眼看天氣逐漸轉良 志工以一個晚輩的心情 幫老太太穿上背心 相約在拜訪 大愛新聞真是美志工 陳玉燦台北報導 按燈